你好 歡迎你收聽大觀演繹 我是David 這件事多了 我想多休息幾天都不能 一是泰國大選有結果 二是習年斯基一方面去了西邊拘捕 中國又派了特使到處走 俄羅更過癮 將海參威丟給其中一部分 和大陸之間的貿易權益等於丟給大陸 還有土耳其的總統大選要去到一半 過不了半數 但頭兩位就繼續下一輪 5月28日再選 這幾個方面 頭兩位就要在後面慢慢談 土耳其這件事就不用太複雜 土耳其這件事 如果埃爾多安贏就更簡單 埃爾多安贏的話 以埃爾多安的做法就繼續玩下去 大突厥 但如果你說對加贏的話 對加贏就要小心一點 對加贏的那邊是否真的親西方 不真的 那些也有些 有些狡猾位 有一幫人親我 或者應該這樣說 如果我們以整個土耳其 我們不要去理他變派 我們以整個土耳其來計 對於土耳其來計就是他在北約 或者跟歐盟之間的關係 他值錢位就是他可以抓到俄羅斯 如果俄羅斯衰弱得太厲害的話 一個太強大的土耳其 反而會是一個動亂之源 因為他也可能有野心 向東抗或者南抗 無論向哪兩邊擴張的話 也會影響全球的格局的穩定 所以土耳其自己也會很留意 很認識 一旦俄羅斯沒什麼價值的時候 而西方對自己會不會放棄呢 他會不會拿著某些籌碼 說要跟西方談 當然其中一樣就是 天然氣、遊戲管道等 另一件事到時候就要看 到底是採取親中 還是以大特決自居而 跟大陸兩邊對抗呢 這個就不知道的 這個要看下去我們才知道 現在 因為暫時大選沒有結果 而且烏克蘭之後的情況 我們也要看著 還有俄羅斯到時候也要看著 但是暫在土耳其立場 他也需要有一個平衡 俄羅斯可以扔了街 但是扔街得極 又不能弱到一個位置是一點價值都沒有 因為如果俄羅斯弱到一個一點價值都沒有的位置 那對於西方來的 就可能這土耳其會不會那麼 對於土耳其採取一種 無論是 哀爾多安息 民族加宗教的 還是純宗教的那些擴張 這土耳其也不會支持 但是這土耳其肯支持的那些親西方的政客 又多數在鄉下沒有什麼票 所以土耳其會不會含有一種亂局呢 這個又要看下去 而如果土耳其有亂局的話 對於整個中亞 由西亞到中亞 乃至一部分中東都可能會有 又有一些不穩因素 那些會不會去 分走了 西方一部分的精力呢 當然也肯定會 肯定會分走了中國的精力 現在還未選到5月28日 所以土耳其只需要先說這麼多 接著說其他那些 我們會分開幾個東西說 第一簡單 介紹一下這次贏了的兩個政黨 前進黨和維泰黨 介紹完他們之後 也講一講 泰國現在的狀況 然後最後會提一下 到底 這兩個黨的主張 泰國的現況 他們會採取什麼政策和行動 以及因為這樣帶來的 例如外交上 或者經濟上的影響 現在先介紹一下政黨 贏了的前進黨 前進黨前身 叫未來前進黨 未來前進黨 其實 都新的 也差不多是2019年 甚至再早一點 2014年的時候成立 本來叫前進 未來前進黨 後來才改了名 因為2020年 要他們去 拆散了 結果他就改了 這個叫未來前進 就這樣叫前進黨 本來就是未來前進黨 後來就變成前進黨 未來前進黨 本來前身 其實 頭就是 莊凱文 是泰國 但是華裔的 底是華裔的 但是 也是有錢人 就是有錢人 而現在的主席 Pieter Pieter 不懂讀 後面那些我也不懂讀 那個 也是家裔的有錢人 實際上可以說 前進黨 而這位Pieter 曾經是他信的助理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說 第一 這個黨本身的組成 你可以當成城市精英 你無論是現任的主席 還是前任主席 都是屬於城市精英 而且是年輕一輩的城市精英 可以說是富二代 很多都是富二代 家裏是超有錢的 就是 他信可能說是首富 但是曾經是 泰國首富 但是那些都是富的 而且那些富的他們很多時候是 家裏是女婿 已經是有根基的 不是普通東西 所以這兩個人 本質上就是 城市精英 有錢人富二代 所以全部都是受過良好教育 也是去美國留學回來 很多人經常說 他們在美國留學回來 他們有機會親美 不真的 對他們來計算去不去美國留學 和親不親美是兩馬子的事 差不多他們這些富二代 個個都會去美國留學 等如中東遊王 整堆都去英國留學 但他們去完英國留學 是否一定代表他們親西方 不真的 沙利太子也是英國留學的 阿聯酋那班的皇宮貴族 又在英國留學 又是在英國留學 但回到來 是否代表他們親西方都不見得 是否都是看利益的 都是 利益對就行 利益不對就另一件事 那麽 無論如何 這群人 主席也是年輕 城市精英 而他們代表得到的票 主要都是來自城市那邊的年青人 和一群城市人中產或以上的精英 這群人 因為那群人已經是比較好確定的 背景也比較良好 也參政 背景良好而參政 因為泰國一直以來傳統 皇室在背後控制著軍方 很多時候做平衡 不要忘記前任泰皇 拉馬狗勢 即是泡物捧 他本身就是 很擅長玩這個半神人的角色 泰皇是做半神人 然後就由文武兩邊 大家互相平衡 而他就看情況 有時候 文官玩玩玩玩玩到過了龍 有機會影響國家穩定 就拿軍人來平衡 但是軍人如果獨裁都沒有活力 他又由文人上來 泰皇就在後面可以扯線 但是這種制度 普密蓬就玩得好 但是今時今日拉馬十勢就玩不成 即是蛙雜拉龍公 而玩不成功的話 軍方也同樣不幸地搞不成經濟 他面對著COVID也會進去失據 本來COVID就很容易令人進去失據 何況泰國面對更多其他問題 但是這個在後面會說 所以anyway 在現在城市精英 大家都對經濟不滿意 對於生活也不滿意 在他們的理解 不是說生活很貧困 很有問題 不是說生計成問題 而是權利成問題 這些城市精英 中產以上 乃至有錢仔 很多都是受到良好的教育 變成他們都是有工作 但是他們做的工作 無論是做專業人士的工作 做城市上 裏面做消費相關的 提供者 或者是 做不同類型的生意 甚至自己是小企業主也好 這些人 他們對於社會的要求是一個相對開放 他們市民有得參與 那些政策是有得可延續 還有有得跟 有規矩 不會長期被一方把持 能夠現代化 追上現代潮流 他們是需求這些 他們對於 民主理念那些 也會比較buy 但是當中所以你看到 前進黨 他們比較中間 中間偏左 但他們不是極左 他們是中間偏左 裡面有左膠 但是不多 都是中間偏左 但是他們打出來的issue 就是消除貧富懸殊 向富人增多一些富人稅 解決那些貧富懸殊問題 性別平權 諸如此類 這些是很標準西方中間偏左 有點像美國民主黨那些 那些issue 他們關心的這些 但是這些是跟城市有關係 但是 跟鄉下就未必一定有關係 跟鄉下有部分有關係 例如教育權利 性別的平權 同性婚姻 性少數的更加多 就會在那些 教育的社會更加重要 你說到鄉下 反而你建設他們的鄉下 令到他們那些人找到水 反而更重要 所以這一派前進黨 就不見了 一定可以適合 但是他們 因為 泰國來說 城市那裏 也有不少人口 Banggok那邊 集中不少人口 也有不少財富 在Banggok 以及南部的這些旅遊區 所以他們的票源就在這一頭 而有這一堆 佔的地方 未必大 但是人口密集 財富密集的話 所以他們做到大黨 一點都不奇怪 也代表泰國 經濟發展了幾十年 以東南亞來計 泰國經濟算發展得早 但是你說繁榮程度 先進程度 未能追上新加坡 甚至跟馬拉比也有趣 可能還差一點 泰國也有趣 他們工業雖然不弱 但是他們的經濟形式來計 旅遊業 靠外面的人來消費 靠外面的人來投資的比重 相對於 其他東盟來計 跟大家差不多發展到的 反而會比較重 就不像越南 印尼 那些工業成份 也會再重一點 雖然泰國的製造業 佔GDP 給了30%多 也不是很少 但是他們面對的挑戰越來越大 所以 這個在後面 泰國的問題會提到 所以這群城市精英他們從事的 可能是 除了有傳統工業 也有很多是 資訊業 諸如此類 一些比較新的企業 他們那製造的東西 就更加像一些現代化的國家 中間偏左那類的東西 這就是前進黨 第二票多的 那個惠泰黨 其實那個就是大家老熟識的 就是他信 他信就是出生在清邁的 泰北那邊 他的票倉一直是來自農村 港大農村 貧窮人民那邊 雖然他信是有錢人 但是他信最初做有錢人之前 他是 警察那邊上去的 所以他的背景是挺特殊的 某程度上 治安系統 北部 治安系統 華裔後面 因為他也是華裔的 的那些系統 還有他自己有錢之後的有錢人的圈子 他幾個都踩得通 所以他很有趣地你想想 他不是一個城市精英 但是他既可以在城市中找到票 但是不用自己出馬 找到像現在前進黨的主席 這些年輕人的富二代 這些城市精英和他在生意上 大家踏得通有往來 而他自己在泰北有控制 因為泰北出身 他摸到泰北那班人有什麼需要 所以別人叫做populist 所謂民粹主義 民粹主義其實換一個叫法 就叫做微族主義 所謂微族者 其實他沒有一個很清晰的政治主張 只不過就是 我的票倉是要什麼的 我就幫他爭取什麼 但是那個爭取是不是真的一定有用 未必 可能是做表面功夫 例如你說北面農村 他們需要搞基建 好啊好啊搞基建 但是基建搞就搞了 錢就扔掉了 成不成啊 另一件事 我們引入我的知好啊 我走去引入美資又有 中資又有 日資又有 第一 到底引不扔掉 不知道 第二就是 本來本來美資最終是中資衝進來 因為中資 不只是可以拿來買到 近近地做 不是說即時可以買到 北面的人的票 但是後面埋伏了多少麻煩事 就不管 所以媚族者就是這樣 只是彈球短期效果 彈球就是能夠令到有選 後面到底是不是有理念有主張沒有 基本上沒有 所謂媚族者基本上都是這樣 所以往往反過來就是靠煽動 情緒 靠 或者給短期好處 短期因為聽起來很好的東西 聽起來好像很正的東西 但是那個 長期效果都不管 然後就是這樣搶選票 這就是他信 他信也有一個複雜位 你說他是不是真的反皇室 當然不見得是 他跟皇室的關係表面緊張 但是那個緊張的原因並不是因為 他信去反皇室 或者好像城市青年裡面有很多覺得現在皇室那麼差 花雜拉龍宮那麼不像樣 而且他們會覺得制度上也太僵化 應該要改變吧 太王的地位不應該去到那麼高 就算是繼續君主立憲 應該要繼續控制他的權力多一點 困住他多一點 但是他信其實黨裡面就有泰皇的姐姐和妹妹 在裡面 他信玩的年代有時候有幾分豪門恩怨美 大哥 那件事不是因為他們認為制度有什麼問題 而是國皇的時候還沒死 保密袍還沒死 而是有些人變成大家奪得 只是他信站在另一邊而已 不是完全支持這個花雜拉龍宮 但是這樣就已經夠麻煩了 因為牽涉到皇室的事情 這些恩怨都說得說不清 加上泰北他們和農村他們的要求 其實跟城市精英就很不同 我喝口水 城市精英呢 他們要的就更加多是 以發展國家 他們要講更加多的人權 講政治權利 因為這個實際上跟他們的生活 跟他們的工作 賺錢是息息相關 當你城市已經發展到有那麼複雜 你就不可以靠一群 死佬根的軍佬 或者一些很傳統的 富豪後面支持的那些舊式政客 那些搞不定 是要有些新一點思想的人 除了追求發展也要追求多一點公平 而追求公平的那個位置 某程度上是 是一個扭帶 可以把前進黨和衛泰黨扭在一起 因為說都是說我們Tax 富人 然後派給窮人 但怎樣派發就是另一件事 如果你說 對於前進黨 他們站在他們的看法 在城市看法就是有一群 城市人可能要改善待遇 可能要改善工資 甚至提高最低工資 搞這些事情 在他們眼中他們覺得是要的 亦都這樣才能穩定社會 亦都會覺得有一群基層的人 他們的技術 無論如何都能配合進去城市 或者亦都能配合 二三線的城鎮 裏面做工廠的工人 亦都能配合 那些 要令到他們 不要那麼容易成為不穩因素 或者成為罪惡 集團所控制的人 你都要派福利給他們 但這只是一部份 但是另一部份你去到農村 或者去到四五線的城市 那些其實是否要派錢 不是那些其實是需要 需要的發展 但是 當你們兩個黨 大家走在一起 互相利用 互相支持 那就很麻煩 大家都說要解決貧富懸殊 但是為什麼就是兩件事 有些可能是傾向派福利 有些可能是搞基建 但是就算是搞基建 到底是搞 就是 改善教育 鋪多些光纖 或者是鋪多些發射站 還是先做路 三通一平都沒搞定 那麼快你就想 電訊 因為你資源有限 始終一個國家的財政資源是有限 那你收到的錢 那你放在哪裡呢 還有不要忘記 有錢人還有有錢人自己的想法呢 給錢的人也有自己的想法 而前進黨本身有幾個都是精英呢 然後還有 很多時候精英是不是這麼反軍隊 也不見得一定是 軍隊是不是一定反這班精英 也不見得是 實際上 在 Pittar某些主張 有趣的是 他的競爭對手 但不是巴玉 是另一些軍隊 退休的將軍 都OK的 雖然不同黨 但是會讚揚他某些主張 實際上這個圈子很小 在泰國有權有勢的圈子來 那堆人 其實很多是自己有的 不見得是一定很大仇家 那麼 上方就是 大家可以坐在一起談得到 未必會走極端 但是下方就是 搞來搞去 聽起來明目很多 但是最後做出來的效果 可能大家都差不多 想出來的 政策可能都差不多 不過就是 但是如果這樣 是不是可以解決到泰國現在的問題 就會成疑問 但是回頭 會不會被他信 作為他 重奪權力的踏腳石呢 反而有機會 尤其是他現在呢 再喝一口水 哈遜的黨排第二 其實有他的好處 因為現在 排第一的黨 拿不到過半數 不要說要過半數 因為遠遠超過過半數 因為 泰國的政治裏面 軍方天然有票 在參議院更加多票 所以如果兩個黨合起來 票不夠多 就沒辦法過到 有很多政策 甚至連總理也不能做 所以 你說到底 行不行呢 有些事情 做不做到呢 現在都未必知道 都不見得知道 但是我當你就算不犯了 就是 軍隊當你是 總之我不搞事 我不會推翻 又不會跟你玩 也好 單憑前進黨的票 是不夠票去過任何政策 一定要拉 你也算拉第3第4名的黨 也不夠 那些事情 甚至應該是不夠的 所以你一定要拉攏 他信黨 但是你要拉攏他信黨 就變成他信黨才是最拿到power 因為他變成關鍵的小數 其實他不少了 他已經是多了 不過關鍵的 不是最大多數的那個 那個才是最能夠做到事 因為如果一個不歸他一刻起面 不跟你組織聯合政府 你可以即時倒閣 所以他信 反而是坐得上架的 而他信就要滿足他自己的票員 就是 很有機會重複回 他在任的時候 搞的基建 建設的鄉下 引入外資 但是 以他信 跟中國那麼密切的關係 會不會變成 就是 重新跟中國關係好呢 這又是另一件事 而泰國的問題 又是比較複雜 之前剛才已經有提過 泰國有幾樣的麻煩事 城鄉之間的發展的差距 城鄉發展之間的差距 泰國在這麽久以來 發展 Banggok就真是 夠人多了 夠城市化了 某些旅遊區也都是 城市化得很足 但是相比之下 北部 或者其他 相對內陸 或者不去到這麽港口的地方 就差了一截 而且 你少那些中間類型的城市 所以什麽是中間類型呢 你又不是一線大城市 但又不是完全鄉下 你可能是二線三線城市 而那些城市裏面有相當的工業 或者製造業 泰國不是沒有製造業 但是在首都區一路向 以及向著沿海 本來是很正常的 如果你有海或者有路 接觸到出口的地方 那是方便很多 這些要計成本的 但是 如果你來來去都在南部 中部 中部 東部 而在北部 如果相對少的話 你會製造到貧富懸殊 而且如果泰國依賴首都圈 本身的話 那就是 變成 一個泰國 其實就變成一個 Bangkok 那這個發展是很不平衡的 亦都令到 一旦Bangkok有什麼問題出的話 隨時可以影響整個國家 這不是一件好事 發展不夠平衡 不夠多元 還有 所以 這是一 城鄉之間的發展 另外 第二 就是 這個跟城鄉之間的差距又大 亦都有關係 就是基建不足有很多地方 又是集中散在首都圈 而這個 某程度上 跟 第三個問題 大國也是一個餅仔會國家 所謂餅仔會國家 其實統治階層是一堆 威威的 無論你是什麼黨也好 你是軍佬也好 皇室也好 表面上他們可能有恩怨有利益衝突 但是如果你拉闊一點的距離 為什麼 有時候泰國發展到今天 既然有君主立憲 有一定的民主體制 社會的發展也算是如此 教育程度雖然 窮鄉僻養仍然很差 但是城市都還可以 但是為什麼還會這麼多吵架 有時候看起來總是差一點 這個跟他們這些 威威威式的餅仔會政治也有關係 餅仔會政治的最大弱點就是因為 大家的利益很相近 所以 而這幾個 一個餅仔會就壟斷了整個國家的主要利益 變成你很難有 每個人為了自己的家族利益 或者自己的生意利益 出的政策 表面 最多表面 就像民粹那些 就是用來美族哄 但是哄就是純粹夠哄 哄完之後 裡面底的那個利益 其實歸了自己 我幫你搞基建 幫你搞教育 搞什麼搞什麼 其實這個目標就是貪污 或者是通過那些東西 去控制著資源 未去到洗腦 但是通過控制教育 又可能可以影響到那些人怎麼想 通過控制一些資源 令到 自己的企業一直有好處 變成是這些 你這個制衡的力量是不夠 中產 亦都要靠 你在中產裡面 如果你去不了 那些餅仔會企業裡面打工 自己在出來撈 分分鐘那份薪有薪 上位機會有少 就算你是讀飽書也未必有用 很有機會就是來做那些餅仔會企業 要麼你就是印到外資 就是靠外資 但是外資進入 來泰國 如果你也是遇到的一個餅仔會式政治的話 那就變成了 哪些外資進到哪些外資進不到 很多時候不是由市場導向 有一部分是市場導向 但是也有一部分是 腐化的導向 你變成是 你搞不搞得通餅仔會裡面的人 而不是一個相對地公平 相對地透明公開的競爭 這樣就會減低經濟效率 也減低社會運作效率 變成 泰國發展了那麼多年 按照你應該去到新加坡的級數 但是泰國始終去不到新加坡 甚至 某程度上跟馬拉比 有時候看起來比馬拉還弱 以經濟計 而這些是被餅仔會控制得太重要 而他跟馬拉有些不同 馬拉雖然都是 特權階級都是相當厲害的 但是馬拉雖然有幾個合邦 聯邦 每個地方有自己的土皇帝 相對利益集團會比較複雜 就不是一個很少的圈子 但是泰國就相對很少 那個圈子 就算是軍佬 我也是剛才說的 軍佬自己要找到利益 也要有人幫他看 而且也要有人幫他出入 除非是很早的年代 還是在打仗的年代 但是也和平了那麼久 軍佬 除了泰國跟游擊隊 或者跟毒梟 諸如此類那些有開拖 但是那些所謂開拖 又不是真開拖 裡面也有 衛衛衛的東西 變成了沒什麼 不容易制衡 你想想衛泰黨 裡面連王室也參與了 而現在這幾個政黨 其實都是那些人 這個跟巴玉是否世仇都不是 大家只不過是利益有衝突 好處就照計 大家都是自己有 要解決衝突 就不用下下搞到好血腥 但是不好處就是 你很難有什麼改進 而偏偏就是泰國 以往因為泰國球穩定 那段時間的確很穩定 沒有什麼很出格的東西 相對的政局是穩定的 尤其是泰國伴仲在生的時候 但是因為這樣 明明有些時間應該都要去進一步的發展 或者進一步多元化 或者你也有些政治上的開波 要買開改革的部分 但是很多時候 泰國保守 不敢動 但是去到現在 是不是代表因此要更激進去動 又不見得是 太激進的話 你會打破原本的平衡 又死 很多時候就變成了 甚至令到市民會覺得 失望 失望就會變成絕望 說這麼多改革 又說什麼又說什麼 扯要不是每個人都是一樣的 當你那些人去到 Cynical的話 你那個地方很難改善的 很多事情都 因為沒有人有信心 大家都不相信 你吐吹 浪費了 那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泰國很有機會 也踏上了這種情況 就算現在自己內部的精英走出來 說 你傳統那些不要這樣搞 但是 是不是真的 對政呢 有些事情都變成了一堆的問號 這個也是體制上 或者社會的發展 體制上追不上社會的發展的 其中一個惡果 就是最初太慢 後面一改革的時候太激 太激又會影響到社會穩定 亦都變成 又會有另一股保守勢力出來 那股是更加激的保守勢力 變成整個裡面的政治會極化 至於你說 城鄉 貧富 南北 這些分野 都是牽涉到社會的發展不夠平衡 那不是與完全一樣 而是富的貢富 貢富的貢富之餘 是兩者沒有交集 那個交集不夠 那個交集變成很疏離的交集 還有 你沒有辦法 創造一個 可以令到有一群人 由窮變富 就算不是大富都是小富 可以做到一個中產 這麼多好東西有盼望 你會信任社會 你做的事情上來不太激 但是現在這一群 前進黨和衛泰黨 大家聯合在一起 是否真的做得到事呢 你會有一個憂慮 雙方的根基很不同 雙方雖然是 使人可能更加追求一些 我真的要有民主 我真的要講人權 這些東西 但是在鄉下 我先吃飽 我先讀書 我先退休有保障 我生病了可以有保障才說 要有些基建 我都 在裡面種的東西 我都賣出去也不用那麼貴 也不用在中間被人收過勞費 對於軍隊來說 你要國家發達 但是軍隊退役之後 那些福利怎麼算呢 那些東西 現在已經有了 但是將來 如果你要我軍隊 那個 淡化我們參與的因素 那誰代表我們呢 代表我們的黨 得收那麼少 你說要做政治改革 一觸動政治改革 就即是 觸動到 根本怎樣利益 怎麼分 你說 一件半件事 你說 改動一下 利益分配 政策上怎麼改 這些容易 商量 但是如果這個 一牽涉到制度 就是在說根源 大哥 我們先怎麼分利益 如果這樣一改 有人不滿意 站起來 隨時會做大動作 跟你擦面 紮碼 你都會暈倒 這是他國內本身的矛盾 國內那麼複雜的矛盾 固然就會影響政黨合作 和 對外的 政策 於是 現在 端視 上台後 例如前進黨 前進黨會提什麼政策呢 如果以現在的情況下 選民那麼多選舉 而捨棄 包肉 其實更加看重的 並不是他們的政治上 說得有多漂亮 反而是實際上 可不可以解決到 首先現在泰國 那麼沉的經濟 可不可以改善到生活 第二當然 開放一定的言論自由 給別人 讓別人 但是根源問題要解決 但是之前說的根源問題 絕對不容易解決 而最怕的就是前進黨 尤其是你當我有偏見 現在這位的 新的領袖 他也是一個官仔骨骨 大家都知道我對於官仔骨骨的政治人 從來都沒有信任 無論你是麥康 雜刀 馬英九 那類的 你都知道有多數都是 女人也不怕 這裏可能有些政治不正確的說法 但是女性美女 就不代表一定有問題 因為有些美女都很飆寒的 而且女性 運用自己的 能力 因為美貌天生給了他 他未必一定那麼在意 反而他是更加在意的能力 而女性能夠 在男權 始終現在男人的世界 現在平權 但是還是男人主導 在這種情況下 殺得出重為 基本上有那麼厲害的 但是男人是另一件事 男人如果太帥 太官仔骨骨的 我一向都不相信 那些人有很多時候 為了形象好 做事上來軟喇喇 還有做事上來 有時候太想討好人 而這個我想是有些擔心 因為這班人而且是富二代 雖然有很多評論說 這班人都貼地 如果不是都不會選擇這條路 為平民發聲 yes and no 如果你說他們看到他們人權受 所以為他們發聲 然後幫他們爭取權利 本來 in theory 聽起來是很好的 但是那些東西未必能提出 最緊急的民生問題 或者最緊急的一些經濟問題 而且你太早 第一 你一動政治體制 就容易 引發動亂 情況動盪之下 你這一班的城市精英富二代 你能不能接受 你們看制內精英 大家要跟軍人擲面 要跟軍人擲面 你搞不搞那班軍人 還是被迫有流亡 或者你動的信仰系統 泰國人很信佛 但是 泰國人的信法裏 政治和宗教 雖然不是合一 但是有重疊的地方 如果你動下去 會不會動政治變成 反過來也動到多少民間信仰 而令到有些人 不一定會那麼好教育 他們當然也希望有一定的公平 但是對他們來說 皇室和佛教都是一種信仰 你搞我的信仰 我跟你們就過不去 會不會也有這樣的機會呢 你這次的贏 不能當是一個真正的 大投票 雖然有八成人參與 但是他們很多的心態 是不是真的 在意同性婚姻 性別平權 諸如此類的這些議題呢 還是他們更著緊 你可不可以先搞這個經濟 你可不可以解決 醫療的問題 或者解決一些 貧富懸殊的問題 現在好看 前進黨到底一開始會怎麼做 到底先走哪條線 以及 你怎麼搞得 鄉下的那班人 另外還有一件事 和鄉下 甚至城市也有關 和泰國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產業之處有關 就是農業 未公河現在這樣的情況 水位整天都低 連年都差 而且 除了氣候變化之外 除了氣候變化之外 是因為中國 在上游的水 放在上游的水 這樣的話 你一方面又想吸引中國的投資 但是中國有同時 其實又影響你們的生計 那你怎麼決責呢 如果你說他信這一種的話 他們這些人玩得太久 就算他 他心裡有其他想法 利益太深了 和中國的利益糾纏得太深了 他很難有什麼新想法 很有機會像巴西的盧拿 重複他在2000年代的招數 於是乎也是打算吸引中國 但是當時的中國和今天的中國 已經是兩馬子的事 當時中國 賬面看未必有今天有錢 但是當時是恩恩向榮 經濟主導 反而可能容易有些經濟刁 但今時今日現在已經不是 今時今日中國已經和美國 紮馬紮到這個地步 那你是不是真的搞定呢 是不是用這種方法 就真的可以解決問題 還有 你說 吸引中國 投資可能只是容易 在某程度上 可能會 就是美國 要美國佬投資就很煩 他有很多規矩要說 但是中國就沒所謂 最重要就是 找到水 變成Z的條件 相對要求低了很多 對於 這些發展中國家的要求相當低 如果是這麼低的話 他容易能夠滿足 他真的很樂意見到你 還有有你來的 我又可以和美國佬叫價叫 但是今時今日不是 今時今日是陣營年代 但是這些老柴 是不會有什麼新招 利益也糾纏得太深 變成他很有機會想來想去 又是同一條老爐 叫中國過來 投資 在泰北投資 在什麼投資 搞鐵路 搞基建 是不是 繼續一帶一路 不奇怪的 而且 他信的手上的資源 其實 其實回頭是威脅到 前進黨的 第一 你的票數不欠前進黨很多 你有的議席也很多 前進黨沒有了你 就什麼都不用做 隨時賭國 而你就可以站幾邊 當然啦 你的軍隊很不妥理 是 但是 反正你不是亞一 你的心態不同 如果你是亞一的話 你的想法就是 我需要帶領其他人 這不是你亞二 亞一是在前進黨 但是前進黨又沒有辦法 以他的理念他沒有辦法跟軍部聯手 如果沒有的話就輪到他信 他信這些populist 他也是警察很出身的 然後才做生意的 這些傢伙 你怎麼知道他站在哪邊呢 或者會不會是幫中國 或者是掩飾自己的一些東西 表面上 我說民主 我支持說民主的 我好似親未 其實不是暗道陳倉 會不會呢 尤其是他的利益關係 你想想 他那時候不知誰結婚 他自己家族裏面 都來到香港擺酒 那時候已經是2021年 還是21年 不知道2020還是2021年 你想想 那時候的情況下 你還跑到來香港擺酒 還要去大陸 數目認祖歸宗 大佬你 你那支旗裏在哪裏 你站在哪裏 但是以前就無所謂 你可以借中國 又去找中國又去找美國 現在不是 現在是大陣營年代 不能讓你選擇 但是你說他信完全親美嗎 似乎有點困難 也未必能說得到他鄉下的那班人 當然啦 也有機會就是鄉下的那班人 因為中國在美宮河那些 那些做法 就令那班人生氣過辣雞 就要你去 親美 但是親美的話 又能不能夾到投資 對於泰北 或者泰國其他窮一點的地方 有好處呢 又會不會除了為及 well educated的城市精英 或者年輕人之外 對於一批 less privilege 教育水平低的相對 又年紀大了的 生產力下跌的那班人 那是誰的樣子 泰國累積的財富未足以 泰國政府累積的財富未足以可以養得住這班人 那你後手怎麼搞下去 泰國已經中產化了 那你的事業上是否又可以吸引到 大量的外國投資 但是問題是 你說成熟程度 你又未去到新加坡的那些地方 你要做高端複雜的事情 不要說你去不到新加坡 你其實也不見得贏得到大陸 現在只不過大陸是最主要的政治問題 和美國紮馬紮得那麼狠狠 但是如果你純粹經濟計的話 泰國有些叫不上不下半天了 做到最精的又不夠班 但是你說做便宜的又開始不夠其他 而且工業的建設又相對弱 你為了發展工業而做的基建 很多老舊 新的發展始終還是有限 雖然你已經投資不少下去了 但是近年你好像越南 印尼那些更加 更加吸引人 你不是好像二三十年前 印尼 整天排華 越南又跟中國不好關係 還是剛剛開放 很多時候都很吵架 不是這個情況 到底行不行呢 我的看法不是外交政策不見得一定親美 他很有機會因為有了他信 加上泰國本身的貧富懸殊 南北分別 城鄉分別 可能都是要採取一種妥協措施 但是如果採取妥協措施 會不會反過來也會激怒美國呢 美國現在是分得很清楚的陣營 但是你又得不到多少中國的支持 中國今時今日不是之前那種 生錢多 真的可以有很多淺派 但是你又怕得罪他的話 搞到國內又有機會不穩 所以我想 不是那麼簡單 不是那麼單純地 你說泰國人選了一堆親民主的親美國的 不真的 那些人的實力始終單拖 他是管不了國家 他一定要 拉攏他信 他信 這一類型的人物和這一類型的政黨 牽涉的利益太深了 那些人轉不了彎 十萬噸郵輪太難轉了 你前進黨相對年輕人沒有那麼多包袱 但問題就是 到底他們這一群精英 到底是否真的明白民間要甚麼 會不會就是爭取一些 其實人家不需要的東西 或者是爭取一些 在城市上有人要 但你與此同時也要花點精力去幫鄉下人爭取 甚至就是怎樣在 同時幫他們爭取當中 令到利益可以在 兩種不同團體互相輸送 這個就很考 下一屆 即是接下來的泰國政府的智慧 現在我不敢說他們一定做不到 那就要觀察下去才知道 我們要看看他們一開球會怎樣做 會是適合一些容易做些好做些的經濟政策 先開球先 即是先找個局 甚至 看看可以跟軍方說到數 還是 打算成勝追擊 苗頭大好 索性是先搞制度改革 如果你強行壓過去的話 那個不穩可能會有機會爆發 到時也很實際 但如果你說太妥協性 其實就變成為威威的 輪到泰國選民會很容易失望 這些也會造就極端主義的出現 所以走哪條路 都不容易 你問我這次選完之後 還有大把路要走 到底會怎樣 我現在說不到 只是說各種的可能性和條件 然後我們就觀察下去了 泰國這一部分就是這樣 下一部分就會說 俄烏 好了 然後就說俄中歐這一部分 不好意思 其實 到了現在這個位置 烏克蘭戰爭 如果以現在的情勢看 廚房人終於拔隊走了 爆髒口 吵架 普京 其實不是直接吵他 但其實 你吵得俄軍就是吵他 當然 廚房人的這個行為很明顯 廚房人現在 你想想 由廚房人 由一個僱傭兵額頭 一個黑社會 差不多的人物 無端端走去做KOL 整天自己拍片 放在Twitter 周圍放 而且直接用俄語粗口去問候 俄軍全家 你玩到這樣的樣子 這個人的政治動作就很明顯 現在已經準備欠位了 所以如果他隨著說 俄軍自己先走了 那我也走了 第一 總之戰敗責任不在我 我已經留到最後了 第二就是吵架俄軍 俄軍背後是誰指揮 普京 所以他的政治動作已經在做 而這種政治動作 再加上俄軍的表現 再加上你甚至射射 射射導彈也沒什麼用 之前就截了一次 最近想襲擊基庫 結果被外國者 他發六顆就六顆全部難了 俄軍的所謂秘密的王牌 沒什麼用 如果你說匕首應該可以穿透 北約的防線 但也做不到的話 其他就算做個沙皇導彈 也沒用的 沙皇只有在尾破壞力強 但是速度比匕首更慢 如果他有能力 攔到匕首 就一樣有能力攔到沙皇導彈 簡單說 普京的核武器庫 基本就沒有什麼威脅力了 當然如果你大量襲擊 就可能另一件事 好像海量扔幾十顆匕首 但是如果由他現在的情況 他開始要節省來洗 他有的武器庫裏面還有多少東西 也有很多問號 另一個側面也看到 中國現在死死地氣到處滑船 當然中國的滑船 希望可以談到一個庭房協議 先拖著 俄佬可以 令俄佬 不喪失在四個州之下 其實也很難 沒什麼可能 我想你中國的滑船最多最多 他最厲害的 就是2月24日之前 2022年2月24日之前 維持在那個現狀 就已經厲害到震撼了 你可以說服歐洲的話 不要忘記的就是現在 那個牌子 由牌面看 歐克蘭已經佔上風了 你看歐克蘭現在不緊不慢 不是氣急敗壞 或者是很急躁地進攻 游得你走 他如果你說 死追難追 第一很容易 跌進別人的陷阱 跌進別人的口袋 第二就是如果逼得太緊 俄佬 所謂的窮購莫追 逼得太緊有時 反撲起來更麻煩 他要走就游得他走 這些失敗士兵 回到俄羅斯 難聽說是可以作出動亂 你可以救人出去 你怎麽招呼他 我回到他包上我是問扎赫 拿軍法去問他述 送他回到西伯利亞 去做苦工 où 他們的很多樣都很年輕 cultures zwew 當初你 Pis ta knocks 都是我要硬要競逼 你硬要去裡面 然後回家再輸了 還要懲罰他的話 那就不太多害рах 俄羅斯人就不是找 предлож 你不懲罰他story 那你解不解散他們呢 不解散你養著他 又浪費力氣 你沒那麼多資源 解散了他 退役金呢 給不給 不結帳就集體上訪了 跟你討論 我就算不死 又沒有殘廢 我心靈也受創傷了 去那裡 去那裡過這些日子 那些不是職業軍人 那些是精兵精回來的 很多本來是自己有職業的 他可能是廚師 可能是的士司機 可能是大學教授 可能是一個什麼 來自各行各業 他都沒有準備過 受不知所謂的軍訓 然後推到前線等死 什麼支援都沒有 後面督戰都是亂殺人 俄羅斯的軍官 那些長期的老兵不斷虐待他們 那些不死得心靈創傷 那些人回去是不穩定因素 你與其殺了他們的話 你還不如 留一段在這裡等他們回到俄羅斯 俄羅斯是鬼反的 你退役軍人 你不退役你要養他 你退役一口氣咬一筆退役金 不給的話就行了 媽媽會放過你 回到又沒有工作了 你怎麼找工作 你本來的職位已經被人拿了 你以為俄羅斯的經濟很好 失業得高的話 大班人搶著要 那你怎麼辦 所以現在這個位置不用急著不斷屠殺俄軍 俄軍這些回到普京才有時間 普京最想就是他們死了 然後什麼錢都不用付 撫術都不給的 你知道普京都是什麼糟糕 如果你在戰場上死了 然後壯烈犧牲了 那就隨便給一點 為國犧牲很光榮 給你一個勳章給你 給你一個獎章給你 但是錢是不能給的 這些混蛋會想到的 這些全家富貴 會想到這些壞事 死了幾十萬人對他來說有什麼所謂 這種人是見慣的 但是現在不是 不能死 這是他投行 是不是你殺 你不要忘記 你權勢昏天的時候 你去做這些糟糕的事 沒有人敢報 你現在 已經是一隻落水狗 長島仲人推 是不是廚房老闆對你那麼不客氣 如果回到廚房借題發揮 這些士兵其實士兵本身都沒有罪 全部都是指揮部費的 又沒有logistic 又不去指揮 搞到我們這些俄羅斯大好青年通通死了 死得多不值 最壞就是 指揮他們那一群 然後再指上去 加上一些右翼佬 幫他們多寫兩句 再隱須去普京 搞得怎樣 所以這些俄軍 這些回到裡面的 肯定是俄國動亂之源 至少是之一 不是唯一的就是之一 動亂之源之一 所以我猜 如果是烏克蘭收復 他現在會慢慢來 而且對於烏克蘭來說 也有他的另一種精打細算 就是如果你現在一口氣把賭本全部推出去 如果傷亡慘重 就算贏了 傷亡慘重 那你下一波的兵器沒有了 你又要再招 但是當你打贏仗就未必別人肯給你 千萬不要忘記 西方都是勒絕褲頭給你的 現在打贏了 之後就沒那麼多了 他可能會在你投資建設 都會繼續支援 但不會一口氣那麼多 如果在這個間隔 你打到傷了元氣 把俄羅斯趕走 但是俄羅斯剛剛 跟著廚房人選到上去 或者不知道哪個又交選到上去 或者蘇爾科夫重新出來復出 可能他拿著 然後再來發動第二次侵略呢 你說俄羅斯的巢皮 但是如果烏克蘭打到自己巢皮 你震懾不了俄羅斯 因為俄羅斯可能會來一次軍事冒險 你不知道的 但如果現在烏克蘭保存著實力 讓俄羅斯自己走 自己儲多武器在手 什麼都是假的 就算來因金屬 你現在說我會投資到去烏克蘭開廠 又是那句 開新廠要時間的 你就想舊廠到翻新也要時間 要合乎不約標準 開始生產那些東西 精度 對財質的要求是不同的 人員也要訓練過 一時三刻接不上 所以能夠俄羅斯自己撐就最好 嚇他兩下 那些傢伙自己就崩潰 自己就瓦解 當你去到出手回頭 就是空城一個 不是空城 總之平民留下 但是俄羅斯已經走了 俄軍 原來根本已經在做空城 防線都是刺的 沒有人的 一踩過來 為什麼沒有炮火來還擊 原來就走了 最好是這樣修復 而且這樣修復 一口氣可以修復很大地方 很狀態 甚至俄羅斯和中國都沒有時間應變 現在看來會不斷 讓你們不留意 當你特種部隊已經試勻了 那麼多防線 知道哪些有弱點 哪些俄羅斯已經走了 你部署得更加成熟 以及怎樣用坦克 和戰機法也更加成熟 到時可以損害很少 而贏得很多 這是一場漂亮的大勝仗 漂亮的大勝仗 在談判台上的籌碼就豐富了 可以壓住人家來禁止 那你真的可以要回克里米亞 也不奇怪 我估計底線 可能是2月24日 其實我懷疑雙方的底線 可能是2月24日 因為我以前說過鄧巴地區 鄧巴地區也是一個很麻煩的地方 對於烏克蘭來說是不容易管的 那些地方 給多些自治權 他不拼入俄羅斯 給多些自治權 他沒什麼相關 那些地方那些人 你也不知道是還是不是 至於克里米亞 其實 如果你用了不弱的整套系統 而你整個亞畜海的沿岸都收復的話 克里米亞沽完一個半島 就沒什麼用 你甚至可以炸爛了 柏尺大橋 或者你不炸爛了 但也沒有用 因為當你 沿岸全部都是烏克蘭的軍隊 而且用北約制式的話 用北約武器的話 這個半島你就拿去吧 你的船敢泊過去嗎 你的軍船可以夠膽泊過去嗎 俄羅斯的河海艦隊變回亞畜海艦隊 亞畜海也不是 也不是艦隊 這是內河艦隊啊 福爾加河艦隊啊 你到時變成 或者聶伯河你也用不了 那就變成福爾加河艦隊 整件事都被騙了 養來也浪費 而且俄羅斯如果一這樣戰敗 你還有資源去養嗎 養艦隊很貴的 貴過你養陸軍的 你財人切 他作人沉了算了 再不是真的做飯店好過 放在岸上 上岸參觀好過 還可以收一些遊客的錢 這堂事沒有了 如果是克里米亞你喜歡就要面子給你 也行的 這也是底線 如果贏得越夠利雄利辣的話 你就不用退到底線 我可以在鄧巴地區留給你 鄧巴地區留給你克里米亞盤島 我也可以 或者你要最後面子 鄧巴地區我都拿了 反正親俄的那些都跟着你走了 剩下的都未必有那麼親俄 那鄧巴地區我都拿了 克里米亞就是非武裝化 我以前也提過 你可以俄羅斯 當不是俄羅斯擁有 又不是烏克人擁有 當國際共管的地方 連立非武裝化 是和平用途 是不是出口糧食 但是軍港不准 都可以的 對你俄羅斯也有好處 反正你都抄襲了 養對黑海艦也養來把托嗎 又不約框住 安全又不約保證 你俄羅斯的船絕對可以出來買糧食 買什麼沒問題 到時應該解除一部份傳訊 就由得你買 但是克里米亞港口非武裝化 國際共管 你願不願意 你肯接受 又肯接受賠款 肯死死地氣 就解除一部份傳訊 不然就繼續傳訊到瓜佬襯為止 所以我想烏克蘭現在趁機會儲貨 如果能夠搞到俄羅斯自行崩潰 最好 你自己不守 我來拿回有什麼問題 當然也是大勝利 到時坦克飛機一出 沒什麼傷亡 沒有失敗 沒傷亡 接著修復 過千 過萬平方的土地 不然就拿回來了 為什麼不 又不用打多少場仗 最好 而且如果這樣贏 如果順著勢去的話 不如等到秋天 我甚至懷疑 烏克蘭連夏天都不反攻 不是大反攻 夏天都不做 等到過了 東麥收割了 東麥中了 通常在烏克蘭來計要等到八月 九月來收割 或者七 八月來收割 我懷疑 甚至先收割東麥 先收割東麥 先出口 然後才一下子打倒你俄羅斯 這段時間就讓俄羅斯和大陸老大假希望 等你那些人繼續跟他談 繼續好像在那樣 他在糧食的位置不跟你玩 也不要易干擾到農民的奸種 等他們先收割東麥 先收割東麥 糧食穩定 不用怕糧價突然增加 又不用怕通脹 突然又增加 搞到美國又要再加息 狂加息 如果你說繼續狂加息 你可能很嚴重 但如果你有通脹 你不能加 現在是剛剛好的 美國的利率和通脹剛剛打平 不是真的去到足夠正利率 你要成功 要是正利率 才可以把通脹壓下來 債務上限 我不害怕 你最害怕是 在80年代出現過 Powalker一口氣加息 第一次加到十多厘 然後看上去那個勢好像 緩了一點 然後他放低下去 開始減多少 立即扯上通脹 然後最終就是經典地加到20厘息 然後才最終按好通脹 這一次有機會是這樣的 你現在加上去 看上去聯儲局 看上去就可以了 一放鬆 或者放一放手 然後空脹又猛飆上去 尤其是如果你說到了8月 收割 冬物季節之前你贏得太厲害了 俄佬發起瘋上來 跟你玩了那些變態策略 燒掉了你的田 臨走前 炸爛了你的田 你現在這一刻 東脈沒有了 第一 農民會很慘 第二 也有一大堆 倚賴烏克蘭糧食的國家會很慘 那些不是歐洲的 亞非拉地區 那些特別是非洲那一頭 中東那一頭 很倚賴烏克蘭的脈出口 然後俄羅斯說不出口 搞亂非洲和中東的局勢 歐洲很不空 歐洲現在已經在煩了 美國只要撤出 中東那些人可能會亂救你 現在暫時以色列看得到牆 但是以色列內部也有不穩定的地方 北非更加不用說了 一直都在說 北非英華加勒集團那裡搞很多事 你現在叫沙地出來調停 剛剛令到蘇丹那裡暫時穩定了 但是如果你一天不能解決得美 烏克蘭不是解決得快 現在要解決得美 原本令到俄羅斯的勢力從此 出不了黑海 進不了地中海 俄羅斯勢力一出不了黑海地中海的話 你只剩下大陸 大陸一直都是在經濟上 扔掉很多水 但是他沒有僱傭兵集團 他那些保安集團完全比不上 因為中國沒有真正的老兵 你難道真的去到懲罰越南戰爭那個年代嗎 那些六幾年出生的 十多歲就跑去梁山踩地雷 你現在都 大過我了 五六十歲了 還做前線士兵嗎 你後面沒有的 如果一旦烏克蘭問題解決 而且 那一段是封死了俄羅斯 黑海男女出不了地中海的話 你只剩下大陸那支不夠力 水頂的 從此歐洲就有實力可以控制 歐洲控制得住 北非和中東這一帶 控制得住穩定的話 歐洲就有餘力可以抽調去印太地區 整個大戰略是這樣看的 所以現在這段時間 要贏要贏得漂亮 不只是贏得快要贏得漂亮 一贏就是利洪利 而且從此俄羅斯永遠出不了 什麼海都不用出 太平洋那邊又歸了中國 這是另一件事也要說的 俄羅斯 正如有網友已經提過 之前提過俄羅斯有機會放棄東方的領土 或者東方的權益 給中國 然後讓中國希望支援他多些 現在是 海森威放棄了 海森威這樣放棄 變成中國的內貿區的話 這件事很搞笑 對中國來說當然有數 但是 這位忠實聽眾的 問題就是 中國是否不會放棄俄羅斯呢 中國是否放棄俄羅斯 老實說 當俄羅斯越是 這樣以為可以得到大俄羅斯的支援 大俄羅斯是越不會支援的 只會繼續敲燭光 手段其實跟俄羅斯是一樣的 我拿到你春朵 敲燭光我是不會停的 現在你弱勢嘛 你弱勢的話 你現在弱到你自願把海森威 等於實際的操作權美給我 實際的錢的那一部分給我 我大陸佬還會吃得飽 我當然吃不飽啦 我不趁你病 拿你命 再敲炸多一點 我等什麼時候呀 所以不會的 更加不支援 最多給丁那麼多的東西 你叫做交了上期 那上期可能連 承諾了的10%都不知道有沒有 繼續敲 你給還是不給 你不給你 你就糟了 我現在幫你滑船 喂 那個人那個領事 那個特使 很貴的 他份量 你也要找他錢的 還有我這麼多風險沒有下去 左打右打加上利息 加上罰款 幾十八樣東西加上 那個屬帶你不相信 差不多現在基本上我覺得趁機 要你俄羅斯放棄所有東面的權益 表面是你 但是你不要給我國人 你國人給我 我不肯 為什麼要幫你管那幫刁民 權益給我 支出你繼續給 你要國防你留下 你不要讓我解放軍放在那裡駐軍 我真是理睬你 你有味 我真是 所以你的海森威就是 玩了內貿 當是內貿港 但是你說 他會不會派解放軍 當然不會啦 理睬你也有味 我還要幫你管支出 難道我還要派公安國幫你管 你也要貼馬筋的 那條數你給 我就繼續享受 這個大陸佬一定是打這種算盤 但是如果是這樣 我佬遲早跟大陸佬翻台 你這樣玩下去 但是我佬現在是沒有能力翻台 在東方他沒有辦法做任何事 但是他可以做的壞事就是 不斷把權益給你 這些權益給你 海森威 這種內貿港 美國也未必會吵得很厲害 但是如果你把中亞的權益交給大陸的話 哇 這個肯定又是drama 中亞如果能立到 先不要說什麼 先不要說是在歐洲會不會鬼殺暗吵 如果你說把中亞權益交給大陸佬 現在土耳其是第一個 可能不肯過來 那土耳其以後怎樣 土耳其可能會反台 當然也可能和中國合作 但是 你和中國合作的話 大家要雙方對等和互惠 但是現在大陸現時的情況 來計算的話 如果G7 開會之後加強對中國公司的制裁 中國的財力一不夠的話 肯定就不和你互惠互利 那土耳其安以多安 你還想做特決世界大佬 你現在選到了 如果中國吃了你中亞的話 土耳其和中國 可能是表面不斷暗戰 這次就不斷 那土耳其入局了 然後整件事很過癮 俄佬會不會拋這些東西呢 等你這一線長期不穩 不奇怪 如果長期不穩 而這段位是拿到 同事拿到中國和歐盟春袋 他一定會做 所以這些事情要看下去 但是海森威是一個信號 俄佬是拆不下去 但是俄佬也有他的陰拾位 特意給你好 你這麼喜歡要我要 你要 但是以後有什麼事 第一可能外圍的國家 相關國家會和你鬼殺五層 日本不會吵 南韓不會吵 甚至北韓不會吵 如果 你剝削當地人的 你剝削得太重要 當地人都會反咎你 你說你不負擔 你只要著數不負擔支出 這個世界沒那麼著數 人家將來跟你追數 你怎麼找 這條數你找不到的 那就出事了 俄佬就令中國全身麻煩 你真是四面作戰 由你東北境 到北境蒙古 到西境 西南西北 全部都已是六路點 被人帶包圍 還未算你海上東海 台海南海 通通的有人夾勾你 我也隨時出這手 不斷把權益分割給不同的派對 讓你群人吃飽 那就可以把權益分割給你的 喪權玉角不要緊 普京做完 普京一分鐘到時已經沒有勢力的話 廚房人也好 蘇爾科夫或者不知哪些人 總之夾勾他 總之最後的醜因你全都做了 正如某前特首一樣 所有壞事全部你全都做了 跟著上來的人就不用揹 喪權玉角就是你一個喪權玉角就夠了 喪權玉角玉了 然後我取代你了 我坐上去 我就準備俄羅斯復興了 然後普京就被拉過去 到時不用打靶了 不需要做過他的玉身 名字都照顧了 善待他 給養老金他過活了 變成一個噱頭老鬼 噱一下噱一下 不用一年半載 不知道要供養他 他不知道要吃什麼 半年出來已經動著拐掌 鎮一下鎮一下 說話好像老人痴呆 那就行吧 我懷疑俄羅斯那幫大佬 讀了這些壞事 現在已經在想暗戰了 你煩糕了他 你俄羅斯就縮了一邊 世界周圍都亂亂 沒空你俄羅斯也吵了 那他才可以專心復興 想量一下 所以如果是看下去 現在的情況 我估計就是這樣 烏克蘭這條事已經不用說了 烏克蘭加北約已經贏了 現在是怎樣贏 中國現在開始頭癢了 你做滑船不是那麼容易的 你手上沒有春袋 你沒有鵝佬春袋 你好像表面上俄羅斯現在 好像被你握住 但俄羅斯如果決定不打就是另一件事 你怎知道裡面那幫右膠 和當權那幫人 大家計算數打不下去 現在索性就是 索性就是逃跑 又得軍隊逃跑不成罰 回去就等那幫人 出不了退金 就找你算帳 全部都是 到時就糟糕你普京 普京就等你眼吃 你都沒有威望 勝利日遊行已經搞得那麼寒酸 到時打糕你 沒有人會說你 沒有人會怪 反你就反你 到時反你普京一個 又不是反俄羅斯 又不是反俄羅斯政府 是不是 所以中國玩不下去 這個遊戲你這樣搞 你現在又想著等兇壓力 古惑 歐盟不批分頂給烏克蘭 不要緊 德國肯批分頂 法國現在被你中國玩 現在好了 他為了挽回聲勢 他又要批分頂給你 英國佬希偉誠現在看起來 和希俊惠兩希 現在已經越來越玩不下去的遊戲 他可能拼命都要給多少分頂 不給分頂也直接給武器 不是你站不住嘛 意大利不用說了 現在都要幫烏克蘭 打暫潮了俄國 如果徹底 離開了這個不菲 意大利有數嘛 法國佬也有數嘛 現在計算了 如果有數的話當然要做 夾夠你俄佬有數的話 現在就夾了 中東歐不用說 中東歐最主力 為了生存 繼續夾夠你俄佬 俄佬就全線拔掉他 你做這些小動作沒用 別人就每個國家捐 歐盟成員國 匈牙利就不要給了 你做這個笨蛋 同時把匈牙利的社會 停下了 匈牙利里的布特克斯 那幫很討厭埃 trouve 那幫很怎樣 那幫普特克斯是很力氣的 你要這麼想 最保證是那幫傳統農民 不像波蘭裡面有一群農民 東歐那幾個國家裡面那些傳統農民 就很厲害的 但是 你也要這麼說 站在他們的利益 站在他們的立場 他有他的原因 這個也不怪得他 但是 你匈牙利的經濟不靠 你鄉下那群大佬 而且你現在 俄佬能給你些什麼 你匈牙利的小俄羅 當大俄佬的俄羅 當你的小俄羅 你也要鬼 加上布特賀斯那一堆 那些不敢過你 那些人口很少 布特賀斯 隨時奧爾班反艇 這條灘頭 你看他玩了多久 一反艇就死掉 他的仇怨也很多 還沒計劳卡申科 病了 不知道是真的病還是假病 是不是 炸病呢 閃了他 或者被別人炸病 或者被別人病 就是被別人病了 他被病 其實就是白羅斯可能看上去是對路 你繼續跟普京搭沉船 但你盧卡申科已經太深了 太深了 沒辦法出來了 太深了 這麼緊張 當權的那群權貴就不如找你硬吃 你老哥就辛苦點借你的頭來用 你病了他 然後他們就準備奪權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些跡象 現在中國是無法保護的 但中國也不會保護的 現在這個行程已經在轉 匈牙利那裏做到一點點事 但匈牙利那裏也不是因為你中國來滑船 是借中國過招來跟歐盟擺盤 擺爛要好處的意思 這些是乘機扮的 反正那個鑊就可以推到你中國 那中國就幾面不是人 你以為這樣滑船可以哄得到歐洲 歐洲得到歐盟 你也有味道 現在他拿上牌 他用你來滑船嗎 但你來滑船 找你來拖就給你假象 趁機就是一路左客右客 最重要是只要拿回核電廠 真正的控制權 控制到這些容易污染環境的戰略物資 擺多幾台愛國者的話 你俄羅斯就繼續拖一笨 拖你拖就全部攔截了 燒掉你俄國人的軍火褲 那就搞定了 整件事就解決了 現在的情況就變成這樣了 看下去吧 G7又要開球了 今天說到很累了 今天說到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聽 歡迎大家comment like share和subscribe 遲些再談 拜拜